可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自定的功能还不错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自定快讯 自定快讯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去设定 就是假如我今天那个浏览数超过30 来通知我一下 浏览数超过50也来通知我一下 可以了解 就是因为我是要管理这个网站 如果说那个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 当我今天网站 每天大概就是两三个三五个这样子来观看 突然有一天一万人次来观看 请问一下那你不用太高兴 那可能是你有漏洞了 对吧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当然我说一万那是很夸张数 就是有很不成比例的 就是outlier 就是那个离群值的概念 这是不值得高兴的 当然如果说你从两三个变成 例如说十几个这是比较可能的变化吗 但是如果变到三四十个我觉得你们还不会觉得它是异常 那如果变成变成变到一百个那我会觉得就是说这应该是可以接受可以欢心鼓舞的就是代表你的网站有人看了好所以需不需要去定一个快讯好我们教你怎么定期 期待有一天你可以收到真的会收到这封信哦好那就要看你的网站 有没有不断的去修改 像那个路灯你可以去看那个路灯 路灯那个知识啊 我还真的有去看呢你可以从别人做的网站里面那一定是那个什么公园管理处路灯什么他做的啊他一定是做他自己有专业的东西还真的知道我们去看一看他有人做什么花那些花好我们来观看一下哦 好第一点选这个自定底下的自定快讯自定快讯它是透过写信的方式告诉你那首先首先我们先去管理自定快讯你这边应该都是空的啦好建议你们就点管理自定快讯 然后接下来呢你可以去新增一个新增一个快讯好所以当你点新增一个快讯你可以在这边写例如说浏览量超过多少好类似这样子好例如说浏览量 なんか在这边 超过 超过 例如说假设我不知道你自己要要评估 例如说超过一百 那什么叫浏览量呢 这边它是不是有分析 就是说你只要以天为单位 还是要以州 或者是月为单位 例如说我一天超过100 就稍微通知一下 让我知道这件事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适用范围是所有流量 所有流量 因为我曾经有介绍 什么叫做user 什么叫做station 那这边不管 反正就是全部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工作阶段 或者是你可以去勾这个浏览量 浏览量如果大于100 然后接下来储存快讯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浏览量超过100 好我们就回去咯 回去我们刚刚的 这个自定这边 回去我们自定快讯 这一边哦 当真的达到100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这个Gmail 自动寄给你的信了 这样可以了解 不是Gmail 就是GA GA 它会自动把一个通知 它就用信件通知你 那我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都是我收到的 例如说这个浏览量超过50 几月9号 1月24号 详情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看到吗 这就是那一个的详情 1月24号 那收到的话 那应该是前一天 那就应该是这一天 好 1月24号 我还不太晓得 因为它这工作阶段 应该包含很多很多 全部加起来 好 超过50 工作阶段 哦不对哦 当时我好像设定是1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1月26号 39大于 好到哪里去了 怎么不呈现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字报表 1月26号 这个39 因为我是设30嘛 所以39是不是大于30 他就会记了一个通知 我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通知大概长什么样子 打开我的Gmail 你看一下哦 那个Gmail 他这个 这个1月26号 他说 这个是亲爱的 那个GA的使用者 他就记这个通知 他说 那个1月26号 2018年 然后这一个是我的 埋的 埋进去的那个GA code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所有网站的资料 浏览量超过30 他就会告诉我这个讯息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我现在 我刚刚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不是及时 不是及时 因为他是隔一天 你看哦 1月26号 结算到晚上12点 可是他是什么时候 寄给我的信 28号 两天前寄给我的信 然后是2点07分 意思就是说 1月26号 我是不是达到 这样子一个标准 那理论上应该是 1月27号寄给我的 可是不是这件事 这样大概知道 我现在说的 他有一个通知的设定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大数据分析 不会做通知这件事 对不对 就是你必须要 自己去看那些报表 那报表你可以去设 什么大于什么的时候 出现红色的 这是可以做的 都是要人去看 可是这个是一个被动提醒 就是他会主动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浏览量超过30 所以这个功能 我觉得还不错 值得你们知道一下 所以就请你们 来去设定 制定 制定快讯 然后借由 借由这个管理 制定快讯 第一个 第三 然后新增 第四个动作 新增快讯 然后请你们去设定一下 这一定要是哦 好 请你们动手 来去做一下 看你们要不要定义 那个十天 十次 那我们等一下 大家全班同学 大家互相顶一点 明天 你就可以收到 这一封通知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转称 都可以收到 这一封通知了 再来 感谢观看